男人为了保护武林盟主冷毁善的遗孤 决定跳下悬崖博取一线生机 果然皇天不负有心人 男人在弥留之际 遇见了绝世高手诸葛神侯 诸葛神侯将婴儿收为徒弟 并且给他取名冷血 冷血在诸葛神侯的培养下 成为了年轻一代的领军人物 而就在今天 冷血接到了人生的第一个任务 要将无恶不作的王八绳之以法 冷血找到王八时 正好撞见王八在强强明明 谁是王八 谁是王八 我们都是王八 眼见这伙强盗如此嚣张 不肯说出到底谁是王八 冷血当即不再多言 直接拔出长剑月上半空 对着急驰而来的八个强盗 挥出了一道道凌厉的剑气 这些强盗不过是一些二三流的货色 哪里接得住冷血的剑气 一时之间死伤惨重 只剩下了三人苟延惨喘 在老大独眼龙的事宜下 还活着的两个小卡拉 合力围攻起了冷血 然而仅仅不过是两招 两个小卡拉就领了盒饭 独眼龙老大见识不妙 将挟持的少女推下马去 冲向冷血要做殊死一搏 仅仅只是一剑 冷血便秒杀了独眼龙老大 最后转身离开帅气无比 让刚刚脱离虎口的少女轻目不已 而这个少女的身份并不简单 她乃是大将军林洛石的女儿 林洛石得知女儿出事前来查探 在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敏锐地调查起了冷血 林洛石瞬间想到了一个可能 可爱与女儿林小刀在场 没有直接说出猜测 她让林小刀最近不要出门 赶快前往天朝门找杨坚学艺求武 见林小刀离开后 林洛石方才说出了她的想法 我想到一个人 是谁啊 不死神龙能毁善的儿子 不会吧 当年我就有预感 这个孩子不会轻易死掉 当年冷毁善的儿子掉落悬崖 狗盗人和兔大师前往崖底搜寻 却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以为是葬身在那猛兽的腹中 现在想来 或许那个婴儿并未死去 如今回来就是要找林洛石报仇 时间来到两天后 狗盗人和兔大师两码当仙 护送着林洛石回归将军府 突然兔大师察觉到了不对 似乎不远处有人隐赏过 并且这明明是大热的天气 他却感到了些许寒冷 陆大师的话音刚落 冷血便手持长剑杀了出来 营练对上了兔狗组合 兔狗组合的武功虽然不弱 可却依旧没有拦住冷血 冷血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教中的林洛石 林洛石对此早有预料 冲出教门攻向了冷血 一掌将冷血打退了术步 绝视高手的风范尽显无疑 就是冷血吧 冷血一剑劈向林洛石 却被林洛石的火焰蒸气轻松挡住 随后林洛石用出了一剂火焰拳 将冷血打了一个亮枪 冷血见识到林洛石的厉害 心中已经有了些许退意 再加上兔狗组合中心互主 冷血自知没有杀死林洛石的可能 只好施展轻功逃窜了解 林洛石看向地上的血迹 知道冷血定然受伤不清 命令兔狗组合追杀起了冷血 冷血拖着重伤之躯 消失在天朝门的附近 兔狗组合也在不久之后 跟着血迹来到了天朝门 在里面 管他妈妈叫给谁 进去搜 小子 我的刀你都能躲避 你到底是什么人